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在陕西西安的闻名街 其实来到这里的话 我们也发现这里有个城墙 上面那个牌匾写着 深温一天 还没进来啊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 人已经超级多了 在那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挤着了 一进来就感觉 随时自己就会消失在人海当中 但是呢再仔细一看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游客来的 因为如果是当地人的话 他们应该不会拿着手机 在那自拍吧 像我一样 现在也在自拍当中 这里其实店铺都很窄小 但是它的花样啊 品种都是很多 这里有个烤肉 然后这个鱿鱼 那种手抓羊肉 肉夹馍 这里还有这个客厂 核桃 这就红柳烤肉 这种多少钱一串呢 十块一串是吧 然后这里还发现有那种糖葫芦 它各种水果它都可以放进去 会冒烟的冰淇淋 那是什么 黄黄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那种还蘸着那个汁 这一种是什么 桂花糕 桂花糕 五块钱两串 看到了净膏 然后这一边的是 胡辣羊蹄 秋豆腐现榨的石榴汁 这囊 安全蛋 这边有那个表表面 然后在那边呢 还有那个羊肉泡馍 这些都是西北的特色小吃 我们现在呢 就要进入一个西洋式的这个老街 听说这里面这条街啊 是很多本地人在这里寻找吃的 而且我们把鱿鱼切开一块块 然后串在一块 这造型啊还是挺特别的 跳下去它也是挺热闹的 前面都是都是人 后面也都是人 我要想要加快一点速度的话 都非常的困难 哇那边一大堆的烤串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 这里居然还有卖珍珠的这种店呢 见到我猴哥了 真的见到我猴哥了 看 猴哥 那个猴子 一点都不猴 闻门坊呢 这条街呢 总长是1.1公里 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逛了一下 真的需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因为我是边走边吃 然后这里一路吃过来 但是你走到深处的时候 还有它的岔道 岔道的话 它又隐藏着很多的一些 当地啊特色的小吃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西安的话 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条街 绝对满足吃货